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会验证 人生这条理有宽阔平坦的大路 也会有寸步难行的小道 人到中年 经历的事情越多 慢慢懂得了人情冷暖 尝遍了酸甜苦辣 慢慢明白了事态炎凉 从孤立无缘中一步步走来 体会过被辜负 经历了被背叛 才知道 原来有些人的心是真的物物不热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有哪些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底下众说纷纭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 喝酒六分醉 吃饭七分饱 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真心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 留给值得的人才不会被辜负 总是替别人着想的人 往往心碎了 也只能自己收拾 感情里有来有往 事实保持联系 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 醉薄不过感情 醉凉不过人心 都说人心是相互的 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 得到的将是一生的知己 很少有人告诉你 换来的也可能是一生的教训 很多时候 你以为事事为别人考虑 别人就会把你珍惜 可人心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一名女子跪在街头痛哭流涕 紧抓住另一名女子的手不放 我借了你六十万 你还我五十万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原来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 平日里很要好 所以女子在借钱给所谓的闺蜜时 根本没想到写欠条 结果闺蜜收钱后就不认账了 有句话说得很扎心 现在借钱的都是孙子 还钱的才是大爷 你当初好心帮了他 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 这世上最薄不过感情 最凉不过人心 大概就是如此了 想起画家齐白石的一段经历 齐白石第一次为老朋友画了一副 琵琶熟了 对方拿到画后不提笔金 连连称谢作别 第二次又来求画 白石老先生灵机一动 在画作上 添了手打游诗 提醒有人 去年相见却求画 今日相求又画鱼 致意故人理居士 提诗便诗绝教书 至此 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 向齐白石求画了 一幅画在别人看来是风景 但在画家那里 就是生存的手段 何来白拿一说呢 古人言 恩以自淡而浓 先浓后淡者 人望其慧 未以自言而宽 先宽后言者 人怨其酷 你越是对一个人好 他越不拿你当回事 你越是没有底线的付出 他就会毫无节制地索取 有时候 该拒绝就拒绝 该生气就生气 别委屈了自己 还助长了对方的气焰 对于那些不珍惜 手心向上的人 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也未尝不可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 要懂得失可而止 书上说 情不知所起 亦往而情深 动了情的人 活着可以为情而死 死了 又可以为情而生 最怕的是 这一生一死间 所有的奋不顾身 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要知道 这世上 真没有那么多 将心比心 你越是对一个人好 输的时候 就越狼狈 付出的精力越多 受伤的时候 就越痛 爱情是一支双人舞 两个人都跳得不好 没关系 可悲的 只有一个人在跳 另一个人 在旁边站着 记得西蒙波娃 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渴望能见你一面 但唯有你 也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好的感情 不是一味的单方面付出 而是你来我往 相互惦念 如果发一条消息 对方没有回复 就不要再发第二条 如果电话那头 总没人接听 就不要追着继续 在这个手机 不离手的年代 他不是看不到 你满屏的心心念念 只是看到了 也不想回 所以得不到 回应的热情 就适可而止吧 人和人之间 长久而舒适的关系 靠的是共性和吸引 而不是一味的付出 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俗话说 人怕冷漠 心怕伤 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 都是在冷淡中 一点点变凉的 这世间 哪有什么高冷的人 只不过 是不爱的借口罢了 所有温柔的付出 都应该有深情的回应 如果没有 你要学会及时止损 多一点自知之明 少一点自作多情 余生 愿你不再委屈自己 不讨好任何的冷漠 不辜负自己的真心 如此 才是对待一段感情 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做人有耻 善良有度 心理学上 有个词 叫适度定律 说的是 在人际交往中 要懂得把握好一个度 超过这个度 人际关系 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人生中 不管是友情也好 爱情也罢 都逃不过 关心则乱 物极必反的规律 你投入精力越多 受伤的时候就越痛 所谓生米养恩 斗米养愁 说的也正是这个理 看过一则故事 乞丐到一户人家乞讨 主人给了十块 第二天乞丐又上门 主人依旧给了十块 就这样持续了两年 突然有一天 那个人只给了乞丐五块钱 乞丐怒了 以前每天都给我十块钱 今天就给五块 你的良心呢 那人回答说 我结婚了 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乞丐文言 不高兴了 你怎么拿我的钱 去给别人 换做你是那个善人 你又会怎么做呢 有句话很经典 每天给人一块钱 只要有一天不给 那人便会记恨 每天给人一巴掌 只要有一天不给 那人便会感激 你若敢好到毫无保留 别人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你若是善良理带点锋芒 坏人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 没有错 但善心也需要有底线 给错了人 只会助长恶的嚣张 给对了人 才不会被辜负 事事无常 人心难测 任何时候 切记太满 留点空间给别人 留点余地给自己 人生方可进退自如 张弛有度 电视剧《引起攻略》里 富察皇后问 对一个人好 就一定要让她知道吗 魏英罗回答 自然 我付出三分 得让她见五分 付出五分 得让她还十分 只有这样 才是公平公正的 若一直背地里付出 根本没人懂得珍惜 诚然 往而不来 非离也 来而不往 亦非离也 只有一方 一味付出 一味成全的感情 最后 越是容易被辜负 所以啊 对待一段关系 要学会点到为止 正所谓 越满则亏 水满则易 花满则衰 爱满则吃 人的感情 也是如此 只有爱得刚刚好 才能装得下 满心间的欢喜 希望你在任何时候 都能明白 舒服的关系 是顺其自然的 不需要用力讨好的 凡是需要用力讨好的关系 都不值得交付真心 往后余生 愿你受伤也不灰心 绝望也不放弃 愿你继续拥有爱人的勇气 和被爱的运气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